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 截至台湾时间8号 美国全球疫情最严重 确诊人数直比120万人 单日新增就超过2.2万人 此外美国累计超过6.5万人死亡 单日新增近2500人不知 而在欧洲方面 英国在增加6200多人确诊 累计20.1万人 但是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人大关 超越意大利成为不治患者最多的欧洲国家 根据联合国 最新数据截至台湾时间8号 伊朗的确诊人数已达101650例 单日新增1680例 此外死亡人数则有6418例 单日新增78人不知 让伊朗成为中东疫情最险峻的国家 另一方面 东南亚疫情则以新加坡最为严重 单日增加788人 累计超过2万人确诊 不过新加坡死亡人数相对较少 单日新增2人累计20人丧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